中学就是初高中十五岁左右 你多大十五岁 你现在是 二十二岁 七年 也不 还好 你没有感觉他说话一举一动 都很有韵味吗 你看你拿着 他说话是怎么 图里老师 是这样的 跟小叶形成强烈的反差 看看人家多有女人味 对 小叶是粗粗拉拉的 什么时候戴上牙套来 哎呦 你怎么还关注这个 哎呦 有意思 图老师 我们不能去用情感 要专业 谢谢老师 这叫情调 怎么戴上牙套来 就是要正机 想以更美的形象 出现在您的面前 您早应该戴牙套了 现在戴还有用吗 现在戴就比不戴呀 对 其实我看到这个周子敬的这个简历啊 其实最让我触动的是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支教经历 对 就是大二的时候 2016年 学校有一个社团组织了去云南文山的支教 那次是我们一共12个人都是全自费的 经历了四天左右才到达云南 我当时就主动去当这个三四年级的班主任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第一天下课的时候 我看到原本宣闹的教室都已经立刻变空了 我觉得我的心也变空了 在那一刻我才知道 对于这些孩子我是有多么的喜欢 多么的舍不得 在这个支教的过程中 我们还有幸参加了这个 就是少数民族的火把节 当时在那个夜晚围着一大圈篝火 手拉着手 在围着火把跳舞 在那一刻我觉得 世间的一切都不如此刻的美妙 石铁生有一句话说 来日纵是倩倩却歌 亦不如今宵美好 我觉得真的是很硬这句话 好 这才是女人 我们问一下 你从小到大性格的养成 我们都觉得你的举止特别温柔 说话也是特别的柔情似水 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什么 你家里有谁是这样说话的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有柔情 也有比较坚强比较刚的一面 因为我家长从小对我要求也比较严格 是很严厉的教育 并没有把我当成女孩 你发过脾气没有 没有 杨荣你站起来 用你平时自己的自然的语言 介绍一下自己 我想问一下那个妹妹认识我吗 我是黑洞投资杨荣 我是四川人 然后你用她的方式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那个 我是来自黑洞投资的杨荣 那个腿要这样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坐下坐下 你很大 赵小叶 你稍等上赵小叶你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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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你你用这个 你用这位姑娘的 你用她的方式尝试一下 用一下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下 对杨石头的这个欣赏 试一下你就知道 她这种方式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 来 石头哥 小叶闹抽了一口凉气 我觉得你的才华一直都让我特别欣赏 我觉得我特别希望 有一天我能追随在你的身边 你坐下坐下坐下 人家哪有你这么坐坐 人家很自然的 贺东东你来试一下 我觉得东东可以 东东可以 什么词 我要求你用 这个这位姑娘的这种方式 再唱一遍 你原来是那么 你的酒馆打了羊 对 现场的朋友你们好 可以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羊 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 你给我坐下 受不了了 我觉得你们模仿的都不好 人家很自然的 唯有内心有一定的积点 才能真正地焕发出 知性的优雅 你别介意啊 姑娘你别介意 就是你一来吧 我们就觉得感觉 我们在生活当中 挺少 很少见到我 很少见到像你这样 就是说话一直都是 非常柔的 然后呢 不会高声嚷叫 然后呢 也不会特别鲜明地 表达自己观点 但是呢 这种感觉我们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们 你原谅我们这个 见识不够广 没有 紫禁是我所见到过的 最有女人味的女孩子 可能我只在影视作品里面 看到过这种类型的女孩子 我在想 她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你找的什么工作呀 翻译呀 文案呀 编辑呀 都可以 您要求底线多少 其实我对底线的要求不高 五千 哦 五千 她可以做助理嘛 对 这个也是我 就挺想做的 忘了一下 对吧 她其实可以做 简单的助理嘛 先从简单的助理 她要的又不高的五千嘛 第一轮选择去或留 来 亲生活有餐 来点什么呢 唱歌吧 好的 唱完了 那么快啊 这我真没准备 那你准备了什么 要不我们走个 要不我们走个 秀 我以为多想聊聊职业方面的 好 那咱就聊职业方面的啊 曹妍 你跟她进行英语对话 来看看她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其实我非常感激 对你的语言 我仍然在看起来 所以我希望你能说些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你这么感激 我真的想要听到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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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已经选择 离开 听到 我真的 听到 所以你认识你 给我一个机会吗 可能 应该 谢谢 有任何问题 你希望我可以说 什么 你还记得到英语的语言 你还记得吗 是英语的语言 所以 所以美国的语言会是美国的语言 没办法 只是美国的语言 好 怎么样 挺好 确实非常惊艳 他的英文真的很棒 而且语感 节奏 语表是非常地好 这是我在这个舞台上 见到过的秀说英文说得最棒的 而且尤四哥见 他的专业是非常优秀的 其实我就想问这个事 就是你是英语专业 我看你又想找跟英语相关的 现在说是以英语为主要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太平常了 这个英语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对吧 所以我说都可以结合起来 比如说我这个实习经历 就是和新闻结合的 和新闻结合 可以写文章吗 你的英语可以变成文案跟文章吗 是这意思吗 对 如果给你个题目 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们 就算是用中文描述一下 你文章的排片布局 我希望能够写出来 好吗 比如说 至青春 如果里面能植入产品更好 先描述一下 用唯美的语言 描述一个画面 使人置身其中 然后叙述一下 这个内心细腻的感情 在这样的情景下 在那个时刻 我和他有志力方的见证 几年之后 当我们已经走出校园 已经青春不再 眼神中也多了些许的 如当初 不如当初那般清澈 当有一天我再次接触到 志力方带给我的感觉温暖 一瞬间又回到了那年 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谢谢 你的综合素质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求职 到底是要在一个怎样的公司 你是要做英语翻译 还是你要做助理 还是你要做新媒体运营 你明确一下 我们好知道 我们能不能给你岗 我觉得具体的岗位 我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就是专业对口 与英语相关 能用到英语就行 是这意思吗 能用到英语就可以 不过助理是非常好 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你接不接受出差 就有没有跟同事一起 就你一个人 你接不接受出差 那我觉得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 什么叫保证安全 给你配一个保育腰 对 不能跟男上司一起出差是吗 那倒不是 就是可能女孩子自己去外地觉得 小周同学 就是 刚才大家都是把你当一个 没关系 五千万千小白 对吧 有素质就好了 你现在这个软会导致你 会觉得有点扶不起来 加一点摆电钢会更好 就像你刚才写文 我没去点评的部分 好吧 就保持宽容让它流淌 但是它的力度是不够的 它语言钉子力度是不够的 这中间你需要考虑 怎么让你这个更强一些 所以最后一点给你建议吧 就是良好的素质展现了 但是你现在在进入职场 你在面对困难的准备 没做好 对吧 同时呢 出差这个事情是经常会出现的 对不对 随着那就是有人和你去出差 那个看见你自己一个人 但也有可能你一个人出差 我就问你接不接受 接受的评次 我现在我都是他公司的人了 那我肯定公司 然后这点出事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四盏灯 来 请干排 流人游定制旅行 跟一场位是旅游公务问的助理 4500加 4000 4000加 因为跟着 部门会有一些会有提倡 杨石头 给你的职位是 内容组的小伙伴 可能从基础助理开始 你呢 先在这个部分里 然后之后你再看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机会 根据你的喜好特长 我们再选 温德姆苏巴给你的呢 就是英文的产品的文案 当然这个工作呢 比较后台一些 就比较后端 但我觉得是能跟你的这个能力 是相匹配的 去吧 灭两盏 留两盏 他走路也很有特点 哎呦 谢谢您实在是不好意思 他走路没声音的 因为这个地板它就是降音的 谢谢您 有请杨石头 徐昭谈前不上感情 来 薪酬还要谈吗 不用 问问题 有问题吗 老师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您的工作 岗位 岗位对吧 以及后期的发展 实际上那个文案这件事 不是个简单的事 每一个文案文字中间都含着很强的策略 所以就像张艺谋拍一个电影的时候 他的文字版本 或者这个编剧文字统筹 是超重要的 那这个角色中间呢 可能要走一段路 你要先把英语忘掉 而且很多专业术语 你不够熟悉 要一步步来 这边有问题吗 刚才同样的问题 工作呢 我很坦诚地讲 可能没有杨老师那边丰富多彩 因为他们是一个 相当于是乙方公司 他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 我们这个男士 你就是把每一家 我们新开的酒店 要每一家都要把它的特点 用英文表达出来 可能会有点重复 但是呢 你的英语的这个 基本的这些工的话 可以非常好的利用上